大家好,我是Taro老师,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HSK4,下册,Unit 16, Part 1,生活可以更美好,生活可以更美好,Life can be better。 首先我们看一下六幅图片。第一个词,激动,激动,exciting。 所以我们可以选图片C,图片C means激动。第二个词,参观,参观,参观。 OK,图片A,visiting,visit,or to visit。 第三个,失望,失望,失望,disappointing。 选择图片D,第四个,it's a verb。 挂,挂,hine,hine on,挂。 so,我们选择图片E,这个。 第五个,推,推,push,推,选择图片B。 第六个,记者,记者,记者,journalist。 选择图片F。 所以答案是C,A,D,E,B和F。C,A,D,E,B,F。 你都选对了吗? 下面我们来学习grammar。可,可,可。 OK,so the adverb可 is used for emphasize. so when used in a rhetorical question. so it strengthens the tone. for example, 今天天气好吗? 今天天气好吗? we can answer 今天天气可不好,可不好。 to emphasize this weather is not good. OK,so stress in this tone. 可,可不好。 next one,the grammar two,恐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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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声和四声。 so the verb恐怕 means to be afraid,to be afraid. for example, 八点上课,你七点四十起床时间够吗? is the time enough? 我们可以回答 我担心会迟到。 I'm worrying about to be late,right? Ecos two,我恐怕会吃到。 在这里,担心等于恐怕。 看一下这个 adverb,恐怕 means according to extermination and being a little worried,right? 看一下这个图片是bread面包,那么你吃一个面包做午饭,你觉得够吗? a little bit worried about what,我们可以说一个小面包恐怕不够。 一个小面包恐怕不够。 好的,下面,恐怕 means probably,perhaps。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大卫还没到教室。 sorry,this is a mistake,教室,not教室,教室。 那么他怎么了? so perhaps,you get perhaps,他恐怕在路上。 他恐怕在路上。 我们还可以说他可能在路上。 means possibility。 好的,grammar,我们学完了,我们来看一下。 text one,这是留学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生词。 生词第一个。 。 reward。 博士,博士,博士。 Academic degree doctor,博士。 博士,博士。 号码,号码number,我们来看一下小语说,你马上就要硕士毕业了吧,将来有什么打算? 小夏说,我想出国读博士,一直在准备办签证需要的材料,现在材料准备得怎么样了? 成绩证明和护照已经准备好了,另外还跟国外的大学取得了联系,填写了报名表格,小语说,还应该有国外大学给你的邀请信吧,他们把邀请信传真给你了吗? 没有啊,下个星期我就要去使馆办签证了,这可怎么办? 小语说,这是个大问题,我也不太清楚,我帮你查一下学校的电话号码,你打电话问一下吧 小语和小夏在讨论留学的问题,那么小夏要去出国读博士 小语问她的材料准备得怎么样? 小夏说,她都准备好了成绩单和护照 然后小语说,你应该有邀请信 小夏说,没有 下个星期要去办签证,现在可怎么办呢? 小语给她出了一个主意 可以查一下学校的电话号码 然后她给学校打电话问一下 好的,这是一篇关于留学的问题,一篇课文 我们今天呢,学了两个grammar 可和恐怕 还学习了六个图片 so about feelings, right? exciting, disappointing 还有两个动词 推, push和挂 hang on 挂 然后我们还学习了一篇课文 大家下课以后一定要好好复习,review ok, carefully ok,我们下节课见吧 我们see you next time,拜拜